大家晚安我們起來關心今天的天氣 今天還是一樣 東北風的天氣 北東迎風面還是有陣雨 中南部還是比較晴朗 南北的天氣真的差蠻多的 這邊有一群的擾動 南方雲系有一些水氣 不過這個時候要變颱風有點困難 但是各位注意了 因為他的在發展當中 還沒有變成颱風 但是他會隨著中層 比較高一點點的大氣 往北輸送 快一點禮拜二下半天雲量就會增多 慢一點要到禮拜三禮拜四 台灣附近的水氣都增加很多 當然第一個最重要是 北東迎風面的降雨可能會在未來這幾天 稍微增多 每天會下雨會一直持續下去 這個恐怕會到禮拜六禮拜天 然後中南部也有機會在 明後兩天有機會有一些這個降雨 請大家珍惜一下 因為這時候要下雨真的很困難 那要注意的就是禮拜天另外一波冷空氣 開始用往南衝了有沒有看到 禮拜天開始到下禮拜一二 又往南衝了 這個溫度又會降 那目前來看的話這波可能會 接近 冷氣團的標準 但是接近 這個還有很多的變數 我們再看看就好 但是這時候 其實 降溫會給這幾天蠻明顯的 那這兩天因為水氣上來有沒有看到 中南部就有機會有一些降雨了 但是這個變動度很高 預期的雨勢也不會太大 可能山區比較有多的機會 希望他多下一點雨 大家一起來 集氣一下 但是說真的 這個時候 對中南部有一點這個降雨 都是要非常珍惜的 很難得 很難得 還是以這個東北部的降雨會比較多 那禮拜天到下禮拜一 整個東北邊的這個 水氣會增多 大致上這幾天有沒有看到 南部的雲系明天就會增多 然後南部的這個降雨會增多 這個有機會會降雨 但是以靠山區會比較多 平地會比較少 可能就是陰陰沉沉的偶飄雨 到禮拜五禮拜六之後就會緩和一點點 但是迎風面北部還是有增雨 那北部來說的話 涼涼的 到了這個三四五之後 溫差會有一點點 回溫 但是 沒有很明顯 都是類似的天氣 但是到了 禮拜天禮拜一就 哇就往下掉了 請大家要有心理準備 南部來說的話 相對之下 溫度沒有什麼太大的變化 都是類似這樣 但是這幾天呢 可能陰沉偶震雨 所以溫度會明顯的 稍微下滑一點點 大致上呢最近呢 晚上來說的話 天氣都還算還不錯 今天晚上 可是明天呢 有沒有看到 都會轉為多雲 靠山區 可能就偶飄雨的天氣 高頻要注意一下 空氣品質 那北部跟東半部 降雨的紀律 都會明顯增多 請大家多留意了 我們給大家建議 本週持續東北風的環境 南方雲系水氣的北上 北東降雨會增加一些 中南部也轉為偶震雨的天氣 靠山區比較多 平地可能是偶飄雨 那週日呢另外一波冷高壓南下影響 可能又會降溫了 這個 不見得會特別的低 會不會破今年 最冷新的新紀錄 還有待觀察 但是呢 跟禮拜六的溫差 禮拜天的溫差 可能會有點大 請大家注意那波的變化 到這邊